劇風 陣著邪惡淚 大刀 劈盡無理事 逢星期四晚九點半 現代逃合轉 帕家佬 閹雞 四海 啤梨 大刀 劇風 你老母 騙如香港人一年又一年 2010年 九日中聯辦 就是要擦頭皮 戰狀 張文剛 騙搗香港人 現在 又想騙香港人 2010年 九日中聯辦 喂 不要撞到我 你吃屎啦 你記忍住你 你叫張文剛 騙搗香港人 你老母 知不知道聽不聽到 幹什麼 我在說你 回應我 你說兩句 為什麼 騙完香港人一次又一次 2010年 九日中聯辦 現在 你的民主黨又在 想騙香港人 沒什麼 沒話說 沒話說 片段還有第二節的現代合轉 我是Badley 賀家佬 應該 這一段片 我們說一下 為什麼呢 我們要造勢 為了我們這個蘭花系的聚會造勢 不經不覺其實蘭花系 大家都很多時候 有些新朋友 還不知道我們怎麼成立 應該就是2012年的12月8日 為什麼會成立藍花系呢 就是一個偶然之中的偶然 你知道嗎 其實現在只講這條 你老母 藍花系可以講一集 老實實說 話說當日我們全部都是人民力量的義工 大埔人民力量的義工 就真的出位 不是說我們自己稱讚自己 基本上就是全... 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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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新大埔 我要強調 是威震整個義工團 就是全港九新界 全人都知道 大埔的那群很賤 為什麼是肯定呢 第一就是我們很賤投入 喀家佬的隻神 早上已經是否6、7時起床 早上 要接電話相信 就真是6時 我告訴你 當時有爆勇 見過普羅 當然是真人力 當日因為粉嶺沒有人 我們已經做到六七個小時 他還說要去粉嶺 要去幫忙 我們成成什麼 他還要去粉嶺 說沒有人想太多 他還要投入 阿閹姜 我沒有做大 沒有 還要是最早室 阿閹姜 說四五時起床 六時多時就說要去插旗 設場 阿閹姜 當時我們投入 到後來又慢一點勝選 我們其實當時也想 阿閹姜 一定要另外組一個組織 其實當時開始是想要組一個民主黨苦主大聯盟 為甚麼呢 其實我們是最有共同點 包括現在的人民力量 其實我想他們的內心深處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又說要跟隨大隊的指示 但我相信很多人民力量 即使今時今日的支持者 內心深處都是很認真民主黨的 但是沒有辦法 有時候要跟隨大隊的 那他們的共同點就是很認真民主黨 當時我們做義工 不斷被民主黨的人欲我 欲我們就走過來吵架我們老母 說你們宣傳就要宣傳 要甚麼抹黑我們 是對不起 是多謝意見 其實引臉到為甚麼呢 穿著人民力量衣服 我是很有分寸的 即是 不是我做主事人的東西 即是我幫人的 我唯有人 不是我們是拿裝 是的 但是當時我們已經想著 一定要弄個 老母在民主黨苦主大聯盟 是想著這樣的 好了 到時候散了 有點失落 因為做了幾個月 義工 是好投入 每晚一起吃飯 吃早餐 街站等等 接著有一次應該是我們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在立法會有一個資訊委員會 於是我們整班都整理了一個孤零星怪社團 這個就整個什麼 客家不知什麼 小爆聯盟 什麼小爆 八九聯盟 大家也作過組織名字 其實在我們那次之後 政府又開始修例 一定要登記身份證 接著我們的幹事就做了一個條理老母蘭花系 幹事的條理老母蘭花系其實是很久的 條理老母蘭花系就是台灣那邊說的 幹事是台灣身份證的 國民黨人 但是他那段廣告就是我們集體創作的 當然大廣 通常都是我 還有那時候是阿拉拉 兩個大廣 但是接著每人加一句說一句 其實幹事就很嚴重的 他練到之前臨上去12月8日就是那個宮廷會 臨上去之前那一晚是拿著一張東西 就是這樣就好 我們在地拜的時候 現在背了一次 他沒有一次可以準時 或者一天就超過 一天就短了成分鐘 總之就是三分鐘 總之就是短了大龍的 你怎麼知道他真的去找到立法會宮廷會那裡 他不想你 因為幹事他很重視在那段稿 他怕他就忘記了 他是不想你任何外在環境 內在環境 就去到立法會 為什麼我們是窮人 要條理老母蘭也這麼難 就是這樣說 那件事好像我現在沒有看 他應該有四五十萬尿的 很厲害 連杜汶澤和秋生哥都說要出post讚的 於是我們就說 咦 調理老母蘭也有索性 就找到幹事 就搞了條理老母蘭 其實正式來說 那時候他們說 還要整個聯盟 幫曼必 我都退休了 我打算幫完就算了 所以所有事情 是很偶然偶然的 接著就去到2012年的12月8日 搞了這個 第一批的資金 怎麼籌回來呢 就是賣天 我們還不懂得 那時候又不會用順風 又不懂 還要跟客戶 我駕駛一輛車到處去送 又衝紅燈 又罵你倆 廣島新界 廣島新界 屯門 到處去送 後來發覺 賣掉了幾十元件衣服 賣掉了百二元 罵你倆也賣掉了 有錢也不能夠 那是一步一步走過來 直到2013年 其實是一兩個月後 我們就是上水做反水貨 我有時候看回 那時候是生劫一些說話 但是到現在都覺得有利有折 因為我們攪水貨的時候 我是吊賊一些 但是我們是有前民下理 為什麼我們不歡迎你 你要怎樣做 怎樣配合我們的都市 你要怎樣珍惜我們香港 好像有些膠 然後我就吊賊他們 吊了你們老母 但是發覺反應很好 因為那時候 連一個最普世大愛的蕭生 都說贊成這樣做 為什麼呢 蕭若元 其實你一定要把前民下理 然後才不吊賊他們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件事之後 直到後來發展到 我們怎樣 吊人都應該要找些位置 在中間 放一些道理 你不可以只吊 要不然旁邊的人 就不想知道你吊什麼 始終他們是兇神惡殺 然後這段片 剛才開放的那段片 大家覺得 有什麼客家樂好東西 Kenneth說 其實當然不是 這一段片 就是2014年 支聯會 這個大粒 含家產張文剛 又企圖在維園騙錢 叫人們投票 捐錢給支聯會 說回我們對六四 在我跳過第六節 我會說的 2013年6月4日 我們就在紀律佐治街擺街站 就是叫人們不要捐錢 我說你們進去 悼念六四沒有問題 不肯阻礙你們 都來到紀律佐治街 難道你們不去維園嗎 但是進去 記住不要捐錢 我們是2013年 你想一意貫之 我到今時今日都是這樣說 你想想 因為這個支聯會 就是吃著人血饅頭 來上位的含家產 第六節我再說多一點 其實客家樂是有兩個天敵的 一個就是大粒張文剛 你錯 民主黨也是我的敵 不知道 天敵一點 雖然你也撿過劉慧卿一劑 在中大裡吵他 但是他也不夠天敵 因為天敵的意思是 你經常會撞到 有機會 第一個就是大粒張文剛 第二個就是 你想想柴犬 你想想蔡耀昌 就是那一條傢伙 那一條傢伙 你想想整個傢伙會撞到 其實Kenneth 你說他可能有益 客家樂的屌察他 但客家樂也因為這段片 是被我們譴責過的 因為他實在太懶一個斯文 屌你了 實在太懶一個不夠凶狠 當然他也有貫徹我們 一度屌他 你知道嗎 你2010年做過什麼 他要說 人家聽見 對 原來2010年 屌你真的走入中聯辦 密室談判 想出賣我們 屌你了 人家在外面搞五區公投 屌你老母 你走走 你不當人家是民友 你當人家是契弟 找到你自己黨內的好處 這些傢伙是否要屌 好了 都不重要 我們剛才聽見 有人說 你為什麼要推我 大家聽 剛才可能沒有留意 其實那把聲音就是波仔 證明波仔 阿桑波 是一直沒有變 即是說空肯 做就混蛋 你老母又說人家推他 其實我也不 張文剛竟然應他 他很害怕 張文剛這些人 他很害怕 他很害怕 他是官非 阿嫣妓 其實是兩年前 也是在拍攝 然後 這是我們一道一道所做的事情 現在這些事情 所有人都是這樣做 但是 但是 近距離 向著一些 政治人物 其實都很少 想想 很多時候 只是跟藍絲黃絲吵 或是跟黑影吵 都很少 我們看第二段片 就是好笑的 第二段片 又一年 都出賣我們香港人 出賣我們的選民 民建聯 他不止一波 大家想一想 為何現在的商場 會領會啊 真正就是民建聯他們有份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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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對你們用碼 啊 來啦 對你用碼 我用碼 我用碼來啦 我用碼來啦 不會吃的啊 沙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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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開 快點 走開 小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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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這些片子真的很開心 其實到現在我都很喜歡這些場合 但是真的很累 大家不知道我們要搬一些工具出去 又要出車 有沒有選擇成大 成大比較過癮 搞成大 沒有選擇 這一次是2013年 我們剛剛去屯門 應該去那個區議員民事處 譚耀宗 叫你老母 有個男人 客家老在說話 無緣無故在旁邊 叫你老母 別說話 剛才大家看到客家老在說話的時候 有個大騎手 那個就是你們最想念的建國保羅 建國保羅其實是跟美國隊長一樣 他們有一波印的 他們一定要無論如何 拿著旗 守護 守護著旗 建國保羅是工程師 環境不是鬆動的 有些手會鬆一點 他們就說我給錢 他們說一定要設計多些旗 星期六的周圍掛 這個是很喜歡的掛旗海 但是有一個人一挑機 就一群人走出去 就見到 剛才自己認得的 林康正 林康正是很明顯的 在人多的時候 一定是一馬當心的 我們留意了他很久 他是衝出去一馬當心的 其實有很多人 有個兄弟 就是剛剛 糾了十皮的 腦撞肺 又是衝動打架 大家說現在會被人打 其實是錯的 不是的 你是出去 就算今時今日也好 黑警 其實那時候黑警 都是保護他 其實道理也是一樣 保護他 現在也是 你不要以為黑警 會甚麼 第一 你真的要人多 甚麼都搞 你人一笑 他覺得吃著你 他就搞你 他也未必會覺得搞你 而且是有命令 我還未見過一個警察 這麼大聲 喝夠我 我看到現在 我常常看一些片 黑警 很喜歡學那些年輕人 你就試試喝夠我 我們要圍吊他 他們也會看別人 我們社會經驗較多 這些場合 現在覺得很普通 但當時 其實是一些很爆炸性的 勇武行為 但現在 這些是被視為一般文為 你都不懂得選片 應該選成大 不是 我求人期 求人期的 只會慢慢選 成大才是第一炮 成大才是第一炮 第一炮 那次說 陳正芯 陳正芯 成小鳥要人 嘔你了 甚麼都不要緊 輕輕說一說 我們一度一度走來 其實一段時間是玩得很興奮的 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出 每個星期都會出 就糟糕了 生意就做不到 但大家說真的 大家說不做事 其實 我們一直開始沒有政治野心 如果我們真的有政治野心 想要選甚麼 或者做甚麼 再對香港做得更多 我們一定有所選擇 但既然沒有政治野心 你這樣去做 不要說甚麼 例如阿閻雞的工作 例如我跟客家佬 那樣的影響很大 例如Matsy那些都知道 他做地產 過去兩三年 我完全沒有收入 是賦賣 還要自己使用自己的 棺材盤 給到棺材盤的那種 Anyway 我們慢慢回顧 因為 例如下星期 我們可以說怎樣唱紅打黑 我到現在都認為 唱紅打黑是香港政府 還有共產黨 是沒有得對付你 是直接沒有得對付你 而且政治影響力是相當大 甚至會文明全國 或者全世界 是完全沒有得對付你 而唱紅打黑又好玩 是難做的 就是很容易 很難引笑的 要不然真的很冷靜 希望大家記住報名 6月20日我們的蘭花系系序 我們下次可以選擇我們之前的戲序表演 一定好玩 OK 休息一會吧 紅蛋黃 五香肥肉 靚蝦米等等 絕對真材實料 香港人認真好種 做過有種香港人 立即到MHK網 訂購晉升的 對不起種 最遲 5月27日 星期五 最快6月6日 星期一 領種 是否看極都不夠好呢 如果想繼續看我們這麼精彩的節目 就要上Lojo.com訂閱我們的頻道 沒錯 大家還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Lojo.hk 嗯 還可以上我們Facebook專頁去Like我們 沒錯 如果大家平時會用手機上網看影片的話 就可以下載我們的Apps iOS和Android都是叫做MIHK 所以現在我們蘋果機也可以看 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